在专人的带领下 简单的舞蹈动作 就是要激发这些老人们 能够活动身体 要健康的第一步 就是要动起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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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都很健康 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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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健康 我们的生活 都很健康 跳六个舞 好 对我们的身体也健康 上过一次课程了 所以他们对舞蹈的概念 其实已经都蛮有的 然后所以这一次我们新课程 今天上营养课的时候 在带他们跳舞的时候 其实都蛮还蛮算跟得上的 状况都还不错 除了要运动 老人健康 最不能忽视就是食物营养的吸收了 因此专人也提供了饮食健康的概念 以防范疾病的发生 预防剩余治疗这个观念 就是不要等到说有疾病了 还是等到说他已经没办法挽救 或是他已经到已经要住院这种地步 然后已经没办法行走这样子 然后就是以这个为出发为概念 然后当作核心 然后我们就想说 要以这五个主轴 然后带入社区 让他们可以透过平常的预防 然后可以就是让他们的晚年能够就是过得更快乐 现在社会有很多子女为了工作 不得离开家庭而到外地打拼 虽然无法在旁陪伴年迈的父母亲 但至少要鼓励家长走入社区 多与人互动保持社交能力 这样才能促进愉快心情 长辈能够常走出来 然后能够与我们人群就是接触 然后多社交 然后能够互相认识 然后能够交流这样子 因为有很多老人 其实他们是独居的 那子女可能都是在外地工作打拼 然后都是老人 就是把长辈放在家里 然后放在乡下老家这样子 对是希望他们能多与其他朋友啊 邻居多出来 然后一起来社区 这样是最好的 在这一群妈妈们 年岁最高者已有90岁了 因为健康的身体 真的很难看出真实的岁数 她也传说了我们 她的长寿之道 就是保持运动习惯 以及懂得饮食控制 米熊黄一怀 GG采访报导